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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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聽不聽到? OK嗎? 好 大家吃了飯了嗎? 還沒吃東西嗎? OK OK 不要緊 聽完可以去做個下午茶吧 OK 我今天是最後一個講座 我剛才也早來 昨天我都知道 你們應該都聽了很多 有關於不同的行業 或者一些職業 或者是一些培訓等等 是不是? 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就說了很多 可能之前也聽了很多 很多機會 很多可能性 不是說特地要來潑冷水 但是我想給大家有個機會 去覺醒一下 知道現在的形勢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 接觸很多不同的行業 僱主 或者是找工的人士 其實都會看到一些 可能大家未必看到的東西 我也希望在今天就給大家 但是呢 整個活動的主題 就是這個新攻略 或者我將會講的找工攻略 都沒有矛盾 因為其實這個結論 都是大家需要 助言起行 但是要大家知道的形勢 就是 你是需要很快去做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拿的本 Job Market 也有我的訪問 大家可以拿回本 Job Market 等一下 先看看 好了 那我今天的題目 就是叫做 最後找工攻略 OK 那 找工攻略 就是很普通的一個題目 但是為什麼是最後呢? 待會我就會 嘗試去解釋給大家聽 那我有個副題 叫做 中女中佬動起來 那不要介意 那大家都是中年人士 那的而且確呢 就是會有些不同的 在很多的方面 那但是我今天的主題 就不只是集中 是中年人士的 雖然我地國機構 是做這個中年轉型 那但是 其實呢 我們都是接觸很多年輕人 或者是新生代 那所以其實 其實我講的東西呢 其實是 就算是年輕的 都一樣是apply的 的 好了 那我是誰 那這個是 小小的介紹 但是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大家 如果對我們的機構 或者對於我有興趣的 很容易的 你上去Google 就可以了 你Google我 Steve Mann 那你就會看到我 很多的訪問 或者一些文章 或者是在link in Facebook 等等的 那些的 訊息 那不過我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除了我是這個 沒錯了 除了我是這個 社企畢地攤的 創辦人之外 那其實呢 我本身都是一個 就是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HR Consultant Trainer Coach 等等 那 那但是還有一個 身份呢 就是我本身都是一個 headhunter 就是都是會幫人家 去找工作的 或者是幫一些機構 去找工作的 找人的 OK 所以其實在過程裏面呢 我都是 真是第一身接觸到很多 就是現在的企業 去所面對的問題 那 那事實上呢 就真的不是 可能大家表面上看到的一些現象 那樣的 好了 那有些訪問 這裏有些 大家都可以去找得到的了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自己都有一個 類似的經歷 那所以我都希望透過這件事呢 就是幫到一些的同路人 那與此同時呢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我們的機構的服務 包括可能是一些 就是找工作的服務 培訓的服務 coaching的服務 等等呢 都可以去接觸我們 等下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留下 那我可以給我一張卡片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聯繫到我的 好了 那我一開始就說 我們的題目的特別之處了 那我提過就是 因為我們的題目就是 最後找攻略 那為什麼是最後呢 那其實最後有兩個意思的 第一個意思可能大家都會想得到的了 啊 因為我們的機構是 對中年 對中年 對中年的定義是很闊的 那 就是有些就說 三十五歲打後 那我覺得太年輕了 就是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其實 就是完全 我想你分不到的 可能都是年輕人 你可能都是當他們 是吧 那我當你四十歲打後 但是你去到六十幾 就算七十歲 其實都可以是一個中年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 在找工作 還是做工作 當然我只是一些收錢的工 不是義工 如果是那樣東西的話 我相信那個年代 就是會 before六十五歲那個關口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 由五十歲打到六十五歲 如果你現在這個時間呢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像 你分分鐘 你找的工 就是你最後那份工了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後 的其中一個定義 那另外一個定義呢 這個最後就不是 單止中年人士的了 就是我 悲觀點這樣說呢 就是包括了所有人 香港人 起碼是 因為大家都去分析 整個經濟的狀態 形勢 工作機會 等等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呢 是一個 短期的現象 如果大家看到 哇 不是啊 你騙我嗎 其實我也 就是有去 立刻去看回 現在有多少的job 等等 那些opening 就是去檢查 那事實上 都還有不少的 那但是問題上 這個情況是 是一個長期都會發生的事啊 還是 只是一個短時間的一個 供求失行的情況 出現的情況呢 那我等一下會和大家分析 所以 都是另外一個最後的意思 那至於我說 攻略也好 動起來也好 其實都是想帶出一個 的message 就是 大家要主動出擊 不要想著 啊 可以了 可以慢慢來 或者是 等別人去 邀請你 等等 真是要 助言起行 好了 那做些互動了 問問大家了 很簡單的 yes no 你覺得現在找工作 容易嗎 這位男士就不容易 有幾多覺得容易 yes 先 容易 OK 都容易 是吧 那好了 那不容易呢 剛才你說不容易 剛才你說不容易 是吧 你都覺得不容易 OK 那 雖然其他參加者 未有表態 但是 起碼 二對二先 那就是說 什麼 就是說大家 那個情況 可能是會有不同的 其實什麼會 令到你覺得容易 或者不容易呢 其實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 就是你的要求 就是我不先說你的能力 我當能力 大為的 可能都是差不多 OK 那但是 為什麼有些人容易一些 有些人難一些 其實 就是跟你的要求有關 你要求高一些 那就難一些 你要求低一些 就容易一些 是吧 那所以呢 就沒有說 一定是容易 還是不容易 但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因素 在那裡 所以這個 你自己要 心中有數 也不要欺騙自己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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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反過來我是不行的 我真的什麼都不行 又不要這樣 你自己要有一個很客觀的評估 知道自己 究竟那個市場價值有多大 那當然就是 那當然就是 那你說容易 那但是呢 咦 我今天打阿姨 就馬上出了這張照片 雖然 真的不是很雅觀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 他真的夠紅了 剛剛的新聞 就說 阿姨 都加入了 失業大軍 大家有沒有聽新聞 哈哈 或者大家 知不知道 哪個阿姨 知不知道哪個阿姨 剛剛被人 炒了魷魚 所以他就去找工作 可能 待會見到他 也不奇怪 哈哈 是 那他又容易不容易呢 看看他做什麼工 是吧 如果他做一些KOL 可能也有Market 因為他也是有知名度 是吧 但是 如果他叫他做其他工 可能又 混水一些 不是說他一定沒有能力 只不過說 喂 你這麼出名 我請了你 就是個個走來拍攝 個個來偷影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好了 那 講一下現在的經濟狀況 經濟環境狀況 那 有些是不爭的事實來的 就是無論 那些 就是 那些 是哪邊的傳媒 或者政府 他要 營造一個什麼氣氛都好 但是 有很多是不爭的事實來的 譬如就是 外資企業的撤離 其實是很明顯的 多到不得了 就是我認識的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有些就已經走了 有些就一直搬了 就已經搬了很多了 或者一些主要的 一些的operation都搬走了 可能會剩下一點 但是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 你說 不要緊 外資走了 我們有很偉大的祖國的backup 一樣有很多國內的企業 下來 對不對 那 都是有的 但是 足不足以可以補充 尤其是那個行業 或者公司的多樣化呢 還是集中在某一些工種 或者行業裏面呢 另外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 就是 就算他沒有搬走也好 就是公司利潤減少了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 你就這樣看也好 其實都是 因為生意都是很一般的 就是你以前 可能去食肆那裏 是坐滿的 現在你坐一半人 可能老闆已經 都開心了 但是其實是不夠交租的 我告訴你 所以我看到很多 就算生意不是太差的那些 其實他都會倒閉的 因為那些租太貴 那 所以利潤減少 利潤減少 換言之 他就要削減資源 或者縮減他的operation 是吧 就是可能以前十個分店 那現在五間 四間 三間 是吧 或者人手上面 會減一半 再減多些 那 就是大屋又搬小屋 就是其實 大家都看到這個現狀 那當然 也有很多公司是頂不順的 就是 結業 倒閉 那 這些都是在這裏出現的 如果你說 即是我們眼看到的 即是 因為有很多公司 可能 我們未必眼看到的 是吧 即是說 譬如做貿易的 我們未必可以 那麼容易看得到的 是吧 但如果我們眼看到的 譬如 一些舖 你也看到了 即是 有多少舖 是吉舖 大家 我想 自己都很清楚 是吧 所以 絕對 那個經濟 是不好的 還是相當不好的 而這個相當不好 是 又是 好像我們那些 下大雨 颱風一樣 五百年一遇 真的 從來未試過 就算你說 九八 二千 二零零三 那些 或者金融 什麼風暴 都從來未試過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些是 不可以 這些是不可以忽略的 大家不可以 給一些 即是 現象 因為其實現在的現象 很大程度 就因為 簡單來說 就因為突然之間 有很多人走了 即是你看到 有這麼多功的原因 其實就只有一個 不是說 那些公司真的 需要這麼多人 而是因為 那些人走了 那他走了 他都不會 請回 他可能請一半 或者請三分一 即是 國泰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有萬多人 但是他 那時候是千多人 現在可能請回到三千 那都是回到三成 那不會是 好像以前那樣的 那其實 大部分行業都 那個所謂的 復償情況 其實都 不是這麼理想的 那當然 那就是 很多商家 都是 叫苦連天 雖然你說 生意不好 但是他都要繼續做 但是繼續做 又沒有人 變成了 就有這樣的訴求 變成了 又有一個 就是 現在一個 這樣的現象 就是好像 哇 很多工沒有人做 這樣 是嗎 但是 問題就是 那些需求 其實也是在減少 減少 減少 原因就是 有很多 因為生意 因為 那個轉型 因為 其實 也是有很多事情 會替代了 你說真的 你等於 那時候很難請 洗碗 對吧 雖然 現在都難 但是 你總是 當那個問題 那麼大的時候 他就會找些 替代方案的 例如他找些 外判公司 或者洗碗機 whatever 那麼 去到最後 其實 他的需求 就會 減低了 因為他已經找到 其他的 解決方案了 對吧 或者 我也聽很多 中小企的老闆 就是 既然都請不到 人了 錢又賺不到 不如撿鬼了 自己都移到文 好過了 那麼 其實這個是 非常之 多的現象 所以 這個 沒錯 現在 那個人才流失 是一個真實的 但是問題上 是不是可以維持得久呢 因為這個需求 也在減少 加上 當然有很多的措施 也會令到 本地的所謂的工人 會受到一定的衝擊 例如 輸入人才 尊財通 尊財通 優財通 以至到 現在的補充勞工計劃 其實 那些都是 數以萬計的 你不要看少 你不要看少 其實每一個計劃 其實每一個計劃 都是 每年 數以萬計的 但是 你香港 是不是真的 可以 當然 你說本地勞工 有些工 他真的 不會做 我覺得是無可口非的 但是 也有一些情況 就是 僱主 一定會傾向 這些外來勞工 坦白說 就算我是僱主 我也會 因為 管理簡單很多 就是 我標籤了一個人 來兩年 他就不會離開了 因為他的 訊息 不能容許去轉工 是不是 但是 你本地 我請了兩個月 你可能已經離開了 是不是 就算我給同樣的價錢 我也是會請外勞 就是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看看 新加坡 你看看澳門 現在 一半人口 以上 都是外勞 好了 還有沒有得 爺賓分呢 雖然 現在 很鼓勵 一些 消費 但是 基本的問題 都是經濟不好 大家對前景 不太樂觀 也不太開心 所以 很多 一環扣一環 是非常之難 去解決到的問題 我剛剛看回 不好意思 雖然這裡是Job Market 但是我習慣了看JobDB 分析 分析 我 拿回他們的工 去看分析 分析 但是 數目 大家 不要太過 太過 嚴重 因為 很多工 是會重複的 譬如我按下去 有幾多 是Sales CS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工 雖然 展示到這個 但是 因為 同樣的僱主 同樣的工 可能每個月 都會登一次 如果沒有清 的話 就會重複 但是 就算 扣除 三分一 重複的工 也好 我想 這個圖案 都是類似的 都是 大家見到 可能 Sales的工作 都會 比較多些 另外 就是 Hospitality 因為 始終 長期 都是缺人 IT 你看到 Banking Logistics 那些 都已經 沒有那麼 搶手 Marketing 那些 其實都是很差的 因為 沒有錢 如果大家 留意一下 無論 看電視 在地鐵 看報紙 下廣告 是甚麼公司 你就知道 現在的經濟 是甚麼情況 通常是借錢 那些 要是賣藥 全部都不是好東西 哈哈 即是 不是生老病死 即是 你都是必需品 來的 啊 就不會 還是一些 很多消費品 之類的 那些 是不是有些 feedback 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不過真的有些 聲音 好了 那 回到主題 就是 你可以怎樣做呢 怎樣自處 你作為一個求職者 好像 不是那麼 即是 不是那麼理想 那可以怎樣做呢 好 那當然 我們首先 我們就要 動色和 可以掌握到 時勢 好多的 訊息 其實都可能 會有些幫助的 那 譬如 你看過經濟增長 利率 都可能有些關係 但是 香港有一個很獨特的情況 就是 有 某一些東西 又不一定是完全 反映到經濟 譬如 股市 樓市 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完全 反映到經濟狀況 那麼 利率呢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來的 因為 就是 聯繫匯率的關係 其實 香港的利率 就是和 美國的利率 基本上 你是固定的 變成有一個情況 就是 就是 香港 你不可以 做 有太多 自己 可以做到的 事 也包括了 那個匯率 其實這個 我覺得 香港其中一個死症 就是 貴 那 為什麼貴呢 就是 你和別人掛勾 別人的經濟 和你的經濟都不同 但是你又和別人掛勾 那麼 當世界全部 好像日本 全部都貶值的時候 那 人家的東西 就貴很多 你那些東西 就貴很多 現在 人民幣都貶值了 人民幣都跌了很多 因為 他都知道 那個經濟情況 所以 現在 為什麼 就是 那麼多人北上消費 除了他真的便宜 便宜 靜之外 也是因為 那個匯率也是有好處 是吧 你上去 也是有好處 那麼 我覺得 香港 如果你真的留意的 比較大關係 就是政府政策 因為 始終 現在香港的主要 錢 就是集中在政府 那裏 其他地方沒有錢的了 商界是沒有什麼錢的了 也賺不到錢的了 你經常要他們去支持 那樣 支持那樣 其實他們都做不到什麼 那些錢在政府那裏 就是看他們花在哪裏 其實 很多行業 就是看著政府的政策 來做 你肯扔錢下去 那些 那我就做那些 是吧 好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去理解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科技和技術 因為這個是 就是無論香港好 其他地方好 都是一個 很影響那個 所謂那個工作市場的一件事 那究竟有些什麼技術 雖然很多名字 大家可能聽過 但是我覺得 亦需要自己去認識多些 不是代表你可以掌握到這些技術 我相信你們未必 或者我都未必可以掌握到這些技術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 就是 講壞些 就是你死都想知道 那個死因是什麼 究竟你是壞在哪裏 那當然可能是 multiple 但是我等一下會分析 哪一件事 影響什麼工作呢 譬如 automation 和robot 自動化機械人 人工智能 大家聽得多了 物聯網 我們有互聯網 也有所謂物聯網 就是影響 logistic 那方面的東西 比較多 所以我為什麼說 其中一個受影響的行業 就是logistic 那些 好了 那數據分析 就是大數據 數據分析 或者超級電腦 雲端計算 cloud computing 現在很多東西都扔上去 雲端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靠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memory 那個容量 或者那個速度 對吧 所以為什麼這些 所謂的芯片 晶片 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你沒有那樣東西 就算你所有的機器 所有的技術 所有的技術 都移動不了 就好像細胞一樣 好了 那AR VR 就是實境 和虛擬實境 其實現在的應用都開始很普遍了 但是這些究竟對於什麼的工作 是有所影響呢 我首先說了 這些是會受到影響的行業 但是當然不止這些 但是只不過這些 可能也是香港的 就是主要的行業 事實上 就是 我想不到 坦白說 我想不到 就是香港今時今日 還有哪個行業 真是好的 是想不到 就是當然有些影響 沒有那麼大 但是那些 是否代表不影響 不是的 只不過可能是遲一步 就是等於 不要介意 我經常說 中年人士其實都是 食物鏈的最底層 就是說當競爭來的 好像現在說的補充勞工計劃 你覺得第一批是 什麼人會被排除出去 當然是年紀大 可能現在七十多歲 還在駕駛的士 駕駛小巴 那些 有外勞 那就可以補充了它 所以永遠都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 比較受影響的階層 我們是一個 比較受影響的階層 好了 我們剛才說的技術 譬如 有些大家都很明白 譬如自動化 你自動化 就影響 其中一個對大影響 就是製造業 所有東西都自動化 以前可能你用很多人工的 用很多單位的工程 去做的 即現在就算要 可能都變成十分一 可能一個人去看著這部機 或者最後可能去檢查一下 或者是 make sure 那些東西 因為現在很誇張 譬如剛才說過IoT 即是密聯網 大家都聽過一些 所謂 無人的 warehouse 即是其實現在 已經很多外國 包括了 Walmart 或者之類 其實去收拾貨 其實已經完全 不需要用人去收拾 即是你訂了一件東西 它是 在那個 無人的 倉庫那裡 它會自動 在機械人 運輸帶 去收拾 當然 會影響 那方面 網購 當然 會影響 零售 所以 其實大家 其實大陸的經濟 都真的不太好 我聽聞 其實他們 如果做舖 那些 其實都是很差 很差的 因為大陸 比香港更加輕網購 即是它很多東西 都習慣了是用網購 那變了 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電子銀行 虛擬銀行 那這些 那當然就影響了 那些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 Teller 那些工作 譬如那些店舖那些 是吧 我們以前有一種工種 叫做Data Entry 那現在還用不用 現在的需要是很低的 因為其實很多的 它的做法 它整個流程 那個設計 就是 由那個顧客 已經輸入了資料 它不需要再有人 去重複這個動作 它已經下單了 即是等於你去 去order 東西 你以前可能還要 一個cashier 開張單 這樣扔下去 給一個廚房做事 是吧 但是現在不需要 另外就是 online平台 旅行社 網媒 代替了一些 所謂紙媒 印刷 出版商 是吧 自媒體 大貨 那些 代替了很多廣告代理商 那其實 我覺得其中一個行業 很受影響的 就是 做廣告的 那些 那 今時今日 這些公司 放進廣告費 是會少了很多 那 就算放 可能它很選擇性 去用一些 可能一些 KOL 或者之類的途徑 就不會說好像以前 那樣 還去 傳統那樣 去賣廣告 那 因為他們都看到 就是那個 傳統那個 媒介 那個 事實上 那個 影響力 是一直這樣下降的 那 譬如 我們剛才說 那些 VR那些 那 這個也是很嚴重的 影響著 譬如 那些地產中介 其實現在很多地產網 已經是 好像雨後春筍那樣 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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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很多 那 因為 你以前可能 要約一個地產 約一個 業主 去看樓 等等 可能 又要花很多時間 又要交通 又要等等 那 現在不用了 那 事實上 那個 代理的角色 亦是 減弱了 那 當然 亦有些其他的因素 那 那 你說好的地方 和不好的地方 都是 那樣 就是 我們 就貼近 或者在一個 那麼大的 經濟體的隔離 那 就是 在內地 或者最近的 譬如 深圳 那 變成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 取締到你的 就是 最誇張的 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 買菜 都在內地買的 那 不是他自己上去 是他 外賣送到下來 然後 一輛貨車 大家去拿 就是在不同區 其實是跟 什麼 delivero 那些一樣 但是你要早些下訂 可能你 下午要訂 還是晚上 晚餐 但是他又便宜很多 選擇多很多 又好吃些 是嗎 那你變了 你想想 就是連 一些本來 我們覺得 哇 沒有死了 一定是本地 才做到的 其實都不一定 當那個物流 或者其他的互聯網 是這麼發達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情 事實上都不一定 需要在本地做的 所以這個也是 給大家 要有些啟示 就是 你選擇工作的時候 就是要想一下 就是那樣東西的 可取體性有多高 好了 那其他 我們剛才也說過 那個專財通 優財通 這些計劃 那 都是數以萬計 事實上 我認識很多 都是真是 是 透過這些計劃下來 那當然 不代表 他們一定會留在這裏做事的 有些 純粹是拿了 居留權 等等的 那 另外 其實一個 沒有包的就是 內地生 因為我做很多大學 內地生 其實香港 每年都有幾萬個 內地生 他們可以拿著 IANG 在香港的 自由 去 找工作和生活 去 Visa 但是 現在 就不是說 很多 留在這裏 可能是佔十分一 左近 所以 可能 你不覺得 好像 那麼多 或者 那麼明顯 那樣 但是事實上 那樣東西會改變 尤其是現在 內地的經濟 不是那麼好 內地其實找工作 難過香港十倍 所以 其實他們更加傾向 會來香港做事 那來香港做事 現在他們有個困難 就是說 他們不懂廣東話 很多不懂廣東話 就 很多僱主 就未必 第一個考慮他們 但是你想像一下 如果將來的對象 其實都是說普通話的 其實很快 我在澳門生活了幾年 我很清楚 通街都是說普通話的 基本上 他們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他們 去到那個情況 你根本 做事的人也好 你的customer也好 其實大部分都 可以說普通話 或者是 內地過來的 其實他們 可能我僱主更加會請他們 會請他們 是吧 所以 我的攻略就是 大家 是要做一些計劃的 但是這個計劃 一定要有一定的靈活性 和策略性在這裡 策略就是以下了 首先你要尋找可持續的市場 要策略性去選擇工作 快打慢 以勤補絕 還有 用一些另類的找工作方法 不要經常都要用一些傳統的 傳統的不是不好 但是傳統的競爭就一定大 好 那什麼叫可持續 可持續就是 那些工作是 會繼續存在的 如果很具體的 可能大家有興趣留在這裡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 但是 比較概念性的就是 你可以想一下 一些 不可以被電腦取締的工作 你說沒有 那不是真的沒有 譬如有些手工藝的東西 可能電腦做出來 是有些不同的 那當然現在的電腦 越來越發達 都難保有朝一日 它真的可以很個性化 都不出奇 因為現在的編劇 都是可以AI做的 整個劇管都可以寫出來 所以 都很難說 但目前 起碼 目前的階段 因為我自己都用了很多 去檢查GPT 未去到一個程度 真的可以完全取締 因為 東西都是比較standard 即創造性不夠 所以 需要獨特 和有創造性的工作 譬如一些工藝 或者人性化工作 人性化工作 就是 一件事 robot不可以取締 或者AI不可以取締 就是 人與人的關係 和溫度 即是你去接觸一個人 跟你接觸一個AI 跟你接觸一個robot的不同 所以如果那件事 是很需要那件事 譬如你做護士 或者做護理 或者做心靈治療 你要跟那個人溝通交流 那些可能相對上被取締的機會 就會比較小 當然就是 需要設合到那個 時代工作需要的 即是要審時度勢 知道有些什麼去產生 那策略性就是 一定要夠快 因為我已經說了 現在是最後尋找工 攻略 我預計現在這個 勞工市場這個情況 可能只可以 一兩年 即是 還有這麼多工 給你 可以去尋找 去做的情況 可能就是這一兩年 因為其他的取締方案 一直來 你想想 現在還未有 那些補充勞工 那些還未有 那些很多 很多事情都未有 但你有了的時候 就會差很遠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你的感覺 還有很多工 就是因為 總之你一缺 周圍要搶人的時候 你便會覺得很缺 但是當某些已經 已經充滿了 的時候 你便會有一個 完全不同的事情 另外就是 將勤補絕 人氣我取 很多事情 就是 這個都是我的格言 就是 有時候 你是硬要和人去 硬撼 是非常之艱難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叫做 百貨應百客 你有不同的工作 亦可以 可能 適合你 又不適合別人 可能別人覺得 不是這麼好做的事情 但是對於你來說 你又接受到 或者你又覺得沒有問題 靈活自主發展專業的意思 就是 你可能 第一步 你未必可以找到 一些這麼理想的工作 但是 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 你最好 不要去做一些 太困身的工作 例如 例如 這裡有沒有 應該一定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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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碼 一日做十二個小時 一個星期做六日半 之類的 那些 說真的 你還有 什麼精力 可以去發展其他事情 你 你上班都上班了 基本上 就是差不多 放完工 沖了糧 吃了飯 就睡覺 那一隻 是吧 因為你可能 即是沒有辦法 可能你也要 找工作 是吧 但是我覺得 盡量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 有些工 可以允許你 一些時間 即是 假設那份工 不是你一個很理想的工作 也未必是很適合你的工作 但是你也要生活 那你要做 但是你起碼要留到一些時間 給你自己 可以去學習 或者去發展一些技能 或者你就算 自己想自己做一個自媒體也好 那你也要花很多時間下去的 好了 那介紹一些另類的找工作方法 那首先 那就是要看一下 有什麼隱藏的工作市場 我們叫做一個hidden job market 那另外就是 就是 透過社交媒體 個人品牌 去擴展人脈 其實兩者是 很有很大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 人脈關係 沒有這個社交媒體幫你 事實上也很難去 去 assess到那些所謂的 隱藏的工作市場 什麼叫隱藏的工作市場呢 包括了沒有燈廣告 或未登廣告的職位 那你說 沒有理由的 那他要聘請人 那他要登的 那 有機會 但是也有些可能 他未登的 可能剛剛那個人 才resign了 是不是 他未登的 或者他 想想 周圍有沒有人呢 我不用登廣告 看看有沒有先 他沒有登廣告 那另外就是 還未考慮建立的職位 可能那個老闆 都還未想得妥 他是覺得有些事情 很麻煩 自己又做 又做得不好 是有這樣的領域 但他自己又未想得妥 就是 究竟應該要妥 如果你可以成為他的解決 那當然 那個又是一個 所謂隱藏的工作機會 一些難以接觸的資訊 一些 有時候 有很多工 他未必是在一些 你最能看得到的 的媒體裡面 找得到的 譬如有些工 他純粹會通過一些 公司 他不會登廣告 或者他只是通過一些 head hunt 去做的 那些 亦是你接觸不到的 但是那些工具 是否存在 是存在的 另外 就更加 如果你再想 闊一點 工作 不一定 只是需要我幫一個僱主 去打工 那種 那就是一些 可以外判的工作 可能那個公司 那個老闆 他有一些 收音碎碎的事情 他要找人做的 但是現在 沒有人做的 或者現在做得不好的 或者他經常都要 找人去幫忙的 那如果你 可以接這些 工作的時候 其實加加麻麻 又可以成為一個工作的 好 好了 那 這些所有的題目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不可以詳細地說 其實每一個 topic 我都有一個專題去說 包括了 怎樣去建造自己的個人品牌 擴展人脈 去達成一個所謂吸工大法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 可能大家都知道 認識人好過認識字 但是問題 認識些什麼人呢 我介紹給大家 三類人你要認識的 或者你應該要認識的 第一就是 可能大家都會明白 都會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有影響力的人 可能就是老闆 或者他 講一句 好過你講十句的人 他寫封信給你 或者他跟那個人單聲 你會有個建功機會 即他會有一個影響力 那你說 喂 很難的 我是誰 這麼容易認識到這些人嗎 好 好 第二類 就是一些 可以建立心後關係的人 其實簡單來說 這些我就歸類 就是 你的支持者 或者你的粉絲 就是 有些人 他沒有那麼大影響力 但是很肯幫你的人 就是粉絲都不是個個有錢的 但是有錢就出錢 有力就出力 但是 要有這些人 就是他很肯幫你 有錢的人 有影響力的人 他未必肯幫你的 但是 可能你有些粉絲 這個可能是包括你的 家爺仔 哈哈 如果男士 其中一個很肯幫你的 不過通常都是越幫越忙 那個就是你的外母 他會很肯幫你的 如果知道你沒有工作 他一定會幫你 那裏 有得做 為什麼你不去做 那裏 通常都是越幫越忙 那些 但是 他也是你的粉絲 就是他都會幫你的 好了 第三類 就是 可以幫你 擴展人物 因為 你頭那兩句 可能你都未必能達到 那你就要達到一個 他認識很多人的人 而你透過他 去再認識多些人 那就是第三類 好了 有線上線下 這些線下 現在都可以的 雖然 這些活動 可能就 沒有以前那麼多 或者那麼多人參與 但是你都可以去嘗試 好了 那回到我們的副題 就是 中女中老動起來 那中年人找工作 那個攻略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歸納就是 需要更加主動 那 那個事業規劃 更加需要靈活一些 因為 最大的分別就是 年青人 我通常 如果跟年青人說 就是 你去嘗試 因為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不試 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 如果你中年人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嘗試 你嘗試得多少份 對吧 你是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是 加上 你自己對自己的認識 應該 比起 年青人 是會多些的 你對自己的認識 那 有些事情 你都很清楚自己 那個 興趣 能力 等等的事情 所以你又未必 是需要 全部都要靠去嘗試 反過來 可能你要 真的 要策略性一點 走多一步 善用人脈 那 中年人 那個不同的就是 我們做了幾十年人 那 我幾十年 就算 你打什麼工好 你總會認識到一些人 但是 當然 你以前是沒有什麼 因為 沒有什麼聯繫 也不要 跟他們特別 有什麼交往都好 但是你真是認識的 那麼 你又有這樣的 起碼 有這樣的基礎 你可以讓你去 找回一些人 對吧 那 你變了 其實你的資源 是存在的 那 那就爭取內推 什麼叫內推 什麼叫內推 在內地就是 一些referral 因為 很坦白說 如果你們 一般民職 如果你去 投你的申請 通常都是 掉了 垃圾桶的多 因為 那些人 一算一下 那個年紀 已經不考慮了很多 那 變成你們 真的要靠 referral 要有個機會 讓你去見 你有機會 見 你就有機會 但是 如果你 連見的機會 都沒有 那就沒有了 當然 要選 合適的工作 不要硬碰 那 那 我自己 用 Ling In 那個 為我 帶來了很多機會 那 純粹我用一個 例子 因為 我們都說過 怎樣去 有一個 另類的 尋攻 攻略 那 如果大家有 用Ling In 就知道Ling In 裡面有一個 功能 叫 Notification 通知 這裏也是 就是 Notification 就是你的 contact 就是你的 connection 就是有什麼 變動 你是會被通知的 就是 最簡單來說 譬如 他找到工作 他轉工了 那 他一 update 那個 proval 那你就會被通知 那你被通知 有什麼 商機 或者有什麼機會 第一 如果那些 是屬於一些 管理層 中層 高層 的話 通常 新官上任 除了三把火之外 其實他都要人 很多情況 他都要聘請人 因為 他來 可能有些人 就會離開 因為有班底 這個世界 他會離開 就算秘書 走了 他又要聘請 或者 他需要聘請 助理 他又要聘請 是吧 第一個機會 就是 如果你看到 他轉身工 就立即 恭喜他 不用寫 在link in 裡面 他有一些 auto 給你一按 你就可以 按 那個message 給他 當然 你就不要 在那裡 就完了 跟他聊 多兩句 介紹一下你自己 好 第二種 除了 他自己 會聘請人之外 第二種 機會 就是 他轉了一份 新工 代表什麼 他舊的公司 是否離開 那你就馬上檢查 他之前 是哪間公司 然後 檢查 咦 那個職位 可能自己 都做得來 或者自己 都對 你就不要管他有沒有登廣告 直接 寫 application 進去 是不是 變成 一些 就是我們所謂的 hidden job market 因為 可能他還未登廣告 他還未找人 或者 他新官上任 他又需要人的時候 你在他面前出現 而你又表現到 你是很適合的工作的話 那你的機會便來了 好了 因為時間真的夠了 我想 我會留在這裏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 跟我聊天 或者 大家可以拍下這個 我的 email website facebook linkin 都在這裏 Whatsapp 都在這裏 OK 好 多謝大家